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州铺看看 虽然大哥之前说流民的事情他会处理 不过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们走吧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保护你的 谢谢你 阿姨 跟我还说什么谢啊 打扰了 我记得这边原先是给流民失州的州铺 我现在怎么 这不是凶兽又闹起来了吗 虽然咱们卢龙府安稳 但还是得警惕一些 独独另外给流民找的地方安置 这个地方用来给我们做物资中转了 凶兽又闹起来了 是啊 前段日子在我们卢龙府 不还有一头凶兽被除掉了 我还以为马上就该安稳了 结果谁想到呢 不跟你们说了 还得干活呢 好 谢谢您 他虽这么说 但我是不信的 咱们还是去神厅塔营地看看吧 嗯 好 好 太阳兽了 我还能被捡啊 我还能被捡了 那我都没捡了 那我还是要捡了 我还能捡了 我都没捡了 我还能捡了 我还捡了 我还捡了 这些机密文件都放在那里面 明的不行 那就来按的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 等到深夜偷偷流进白府 潜入机要事 不怎么让我出门 所以每次听见墙外有小贩的叫慢声 都缠得厉害 二哥鬼主意多 你看到母组里的唐人师傅 每月逢五日 在后院门口随下声猫叫 他就来开门 放师傅进来给我捏唐人 其实 二哥想买什么 就能卖什么 我知道他这样 都是为了陪我吧 小琴 是不是 你爱管多少皇城都行 哪间房 两位客官住多久啊 住一晚 近日凶手四起 往来客商都不敢外出 您要不也多住些日子 命重要啊 谢谢长官提醒 我们先住一晚 有事的话到时候再说 好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了 我有几句话想说 你能听听吗 你记得 我对你好 喜欢你 都只是因为你是白墨青 和任何人 任何事 都没有关系 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会憋 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好吗 好 现在要是不说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小晴 以前我闲人一个 在村子外也挂了 很少去想以后的事 遇到你之后 我想过 等替莫大哥报了仇 干脆就服下古毒 忘记村子里的一切 和你在一起 可现在 我已经是独障全首 等解决了九泉动荡 我也应该不会再储存了 阿佑 小晴 我说过要一直陪着你 但回了村子 我就无法实现这个承诺了 所以 小晴 等所有事情都结束了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 我就是随口那么疑问 也是 毕竟 这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 跟我走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师父和师姐们了 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还是算了 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阿佑 你只是随口问问吗 可我很认真的在想啊 阿佑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关于以后 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愿意陪着你 小晴 真的 你 我 不是 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说 不是朋友的那种陪伴 我虽然笨 我虽然笨 但也不是不懂啊 真的 好 太好了 阿佑 谢谢你 那小晴 我们走吧 我陪你 嗯 卢龙府晚上有宵禁 我们还是直奔白府 不要在城中多逗留 以免被巡夜士兵发现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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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营地那边之前出了事 小将军一直在找 加固军营的法子 都督和小将军一向如此 为妨胆然作恶 他们几乎都住在了营地 不过正是因为 他们兄弟二人如此辛劳 我们这些小人物 才能在这乱世中过得安稳 孙爷抱也啥呀 替都督把白斧说好了就成了 说得是 小青 大门进去不方便 我带你从侧门过去 我必须要知道 敖血到底在利用哥哥们 谋划什么 记药是在白斧的东北角 我们走吧 正好出发前 我特意带了些银骨 在那些学研士兵面前 大摇大摆走过去的 都不会被发现 不过银骨只能维持一会儿 还是得尽量避着他们点 小青 我在前面探路 你看准时机跟上 F还真是守备死你 好了 我们赶快找吧 我记得密室的机关 就在这屋子里 好像有什么机关被打开了 好 我们找找吧 我们抓紧时间找到线索 回去找月姐姐一起讨论 这个轮廓应该是神厅塔 这是神厅塔的建筑图纸 这张图纸和营地的不一样 是神厅塔军营那边的详细阵法 怪不得我们把军营布局抄下来 也仅能看出个束缚之像 别的就看不清楚了 这可是重要线索 我把它记下来 之后我们带回去 给神掌我们看看 好 如月作员 晚安 家长 我也就 Romeo 没有 好 专门 好 ある 哪 那么 ens 哪 bathtub 看开看看 白嘟嘟亲戚 不管是孟章 密信啊 这么多信 孟章和你哥的联系 应该有很长时间了 果然 我看看是什么那样 虽神子拥有增幅之异能 仍需足量冰晶石方能完全发挥阵法威力 冰晶石开采不易 时日有限 征用游民因应之法 还望都督多加费心 看来那些游民 真的被证为旷役了 这个增幅之异能是什么 是之前奎宇说过的那个 消耗生命力 让凡人在短时间内强如神魔的能力吧 那和这个真有什么关系 不清楚 总之带回去 让月姑娘判断 不过你哥还真是听话 这信里对敖虚十分恭敬 哥哥甚少会表现出这种态度 在我的印象里 他似乎从来没有拘于人下 我们再看看其他写 可能会有线索 四年前试验时便得知此前低估了所需冰晶石数量 此次冰晶石又遭遇损耗 若都督不及时补足 侯友赴神存希望 四年前 试验 四年前 冰晶石遭遇损耗 应该是我们救走矿工吧那次 那四年前的试验是什么 果然是他们干的 莫大哥就是因此 只为了试验这么多 阿游 怎么不说话 没什么 我们再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有用的线索 好 阿游 那里好像藏了什么 不如我们去看看 好 锁上了 想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信息 交给我吧 一个小锁难不倒我 打开了 这是 龙袍和玉玺 我 我大哥他们 想要谋反 他们和孟章勾结 以地于凶兽为名 在鲁龙府建造神庭塔 抓矿以挖兵金矿 现在又在这里囤兵囤粮 目的 不言而喻啊 大哥 怎么会这么糊涂 鲁龙君数量远不如朝廷军啊 哥哥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 只有鲁龙君 你哥的确不会想要谋反 但如果孟章做了什么许诺 又或者是敖虚 会帮助白家挥师入关 等机称帝 你弃兵多权 那次不是生灵涂炭 命不了生 大哥怎么这么糊涂 白家事态镇守边关 赴宝金安民之策 怎可有如此非非之想 他们请为了一起私运 想要将天下重新推入战火之中 这种东西 不该存在 用这人丑入机要事 小晴 你怎么样 我不要紧 就是这只手 不能动了 这玉玺 竟然有法术在保护我 喜欢被触动 士兵一会就会赶来 我们快离开吧 你跟在我身后 不要出手 若有战斗 我一人足以应付 可是 相信我 我会要他们的命 你保护好自己 杜杜的将军就快到了 你哪儿都别将去 哼 来就来 我还怕他们不成 拦住他们 将我给杜杜发落 哼 只有你们 那不是大小姐吗 竟然火同资人来白府窃取击灭 小废话 啊 我 我 又是你小子 小妹 已经一再勾结外人 和自己的兄长作对 你这家伙 大哥 你难道不知道 凶兽之乱已经造成生灵涂炭 林民流林失所 你难道不知若再起战断 会牺牲多少将士 即使赢了 会有多少百姓深陷苦难 哥 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你不要再错下去了 大哥行事 队位还是错 轮得到你来评断 你又怎么敢说出这些 不敬兄长的话 这些我都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那又如何 不如何 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能听懂人话 不许多 莫青 既然你回来了 就别再离开了 至少在计划完成之前 不准离开 至于你 已经没有离开的机会了 有没有离开的 不太离开的 最后才是要离开的 不得不得不离开的 不离开 你不用开了 你们还不离开 你还不离开 你还不离开 那是你 这都离开 你一人 你快不离开 我怎么离开 你小子炸我 还有 快让开 否则他小命不保 都让开 晓晴 你先走 来 大哥 我既为白家人 就必须阻止你们一错再错 走 走 正常 我们先去找丧前辈商量一下吧 关于小秋的安全 我还是有些担心 火仙兽族长 曾图我们调查灵兽消失的命名 如今既有所得 还需向他禀报一声 等确认小秋无药 我们再去一趟东海吧 好